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智兰,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3月11日,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今天一共有9场比赛 期盼有趣的比赛倒不少 首先快船在凌晨场的比赛中 意料之中输给熊路 卡脚组合不大,怕能坚持连轴转 但快船第四阶缺少进攻延续性 尼克斯和76人的比赛 两队加起来一共拿到152分 这场比赛直接回到80年代 踢虎悄悄似连胜,不断破镜快船 雷钉则大胜辉雄守住西部第一位置 而呼人和森林郎的比赛 前三阶纠缠非常紧 但第四阶呼人突然发力一波流带走比赛 浓眉二是7分25篮板 无助攻期抢断三盖茂 一个人就抢了10个进攻篮板 假害此金粮 实在太过恐怖了 森林郎92比91领先进入第四阶 浓眉摩尖统治了篮板球 老战持球平退了森林郎封线 呼人一发力就轻松完成了收割 两队此一的风格一目了然 森林郎无外打法多点开花 群测群力 呼人利用内线和风险优势稳摘温打 暴力硬解 呼人这一战打得属实有点浪 全场19次失误 纯洁球质量不高 各种低级的下方失误让人笑掉大牙 呼人一失误让森林郎得到了28分 这也是两队拉锯三结的关键 呼人确实了 给机会 森林郎全民皆兵 里得25分3柱 华子25分7柱 沃克15分5柱 康密9分6柱 团队打法 5-4分享球 多点开花 此一证明了他们排在西部前三是有原因的 更证明了双塔对于球队究竟有多重要 呼人在森林郎进区满下了64分 比森林郎多20分 农眉一个人就抢下了10个进攻篮板 里得和加尔大确实拿农眉没办法 农眉甚至篮下一抢五 再抢起2加1 完全统治了禁区 一个农眉已经让人头疼 老詹 大村磊 海思的牵肠体型都在变着花样惩罚森林郎 没有双塔 根本无力阻拦 老詹第三节休息时段 森林郎迅速从落后实现反超 呼人场上有 吴老詹明显在进攻节奏上是两支球队 老詹就助攻全场最高 他的阵地站侧动和反击上球都堪称教科书 恐怖的失业和球伤是呼人进攻的基本盘 他此一在场时呼人竞胜正12分 接到传球后不停球直接大范围转移球 找若侧底角三分射手 他对比赛的理解和掌控完全在另一个维度 而呼人第四节用平退知识摧毁了森林郎的禁区防线 老詹29加8加9 农眉27加25加5加七段三茂 这谁顶得住啊 老詹矿场发牌 农眉攻防之马 这哥俩在场就能对比赛产生密干剑影的影响力 农眉打国王 14分11篮板 战绝金 17分11篮板 他一上正派大中风约老师小萨伯尼斯 确实身板不占优势 肉搏消耗巨大 表现也不稳定 但欺负2米06的李德和2米08的加尔扎 这种小球内线手拿把钻 农眉是4号位的身材打5号位 他在防守端的最大优势在于游走斜防扫道 7个抢断足以说明一切 当肉断进行身体 肉搏确实非他所长 农眉打得舒服的比赛 甚至能交出上古神兽级别的数据单 他的表现无疑是胡人的情欲表 我们必须承认 在当今4号位身材的小球内线里 攻防一体的农眉无疑是独一档的存在 扬长臂短才能最大化发挥出农眉的威力 只有农眉打嗨了 胡人的战力拔高才能达到最顶级 毕竟他是球队唯一的内线真和 胡人这一战篮板球56比38占据绝对优势 农眉跟一人抢到25个篮板是重要原因 在比赛中 农眉羽取羽球 他极情大好庆祝 戴维斯整场比赛都跟怪兽一样 主动出击 他在与队友沟通方面干得非常不错 难以置信 这比赛对他来说如此简单 主帅哈姆说道 对于这场比赛打出火爆表现 农眉哥表示 我们正在努力缩小和排名靠前球队的积分差距 赢下这一场比赛之后 胡人战结36胜30负排名西部第9 落后第8的独星下一个胜场 落后第7的国王1.5个胜场 下一场比赛 胡人将要和国王交手 而农眉哥对阵小萨波尼斯总是发挥不好 这次他希望能够复仇击败国王 下一场我们打国王 此前我们惜败于他们 所谓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重要的比赛 我们正在追逐国王的排位 但还是需要一场一场地打 保卫好我们的主场 农眉哥说道 如果下一场胡人击败国王 球队提升排名的形势会好很多 另外勇士这边 勇士官方在今天凌晨确认 明日和马茨的较量 库里继续缺战 下一场比赛 文斑亚马确认复出 而库里的脚踝伤势基本一场一更新 首先勇士不能再输了 否则就几乎被锚定在西部第十 其次之后打独行侠和胡人几场关键卡位战 库里很有可能盖上出战 输不起 而科尔继续一意孤行 上一场 勇士在主场113比126 暴龙惨败给了没有文斑亚马的西部倒数第一于南马茨 看过比赛的穷民不难发现 勇士之所以输球除了和马茨三军用命 多点开花有关外 也和勇士主帅科尔糟糕的排兵布阵密不可分 本场 科尔居然用波杰姆斯基和保罗的双矮后场担任先发 并且在波杰姆斯基状态不佳的情况下 依然让他打大量的时间并主导球权 而不给发挥不错的魏金斯更多的表现机会 这也使得马茨连续起势 勇士失去了对比赛的控制 最终吞下了败仗 全场比赛 波杰姆斯基出展30分钟 起头二重 三分球一中一 把球四中三紧得到八分六篮板七主攻 还出现了两次失误 富马正复制兵列首发倒数第一 今日 科尔在球队训练结束后接受了采访 并谈到了对于波杰姆斯基的使用问题 科尔说道 波杰姆斯基是一个很成熟老练的新秀 他的运球投篮等各方面技术都不错 他需要经历不同的比赛 理解不同的比赛风格 经历情绪上的大起大落 这才会让他更好的成长 在库里回来前 我不会改变首发阵容 诚然 科尔说的有一定道理 但这不应该成为他一意孤行的理由 首先最近的波杰姆斯基飘得很厉害 且他与保罗的组合让对手很容易予以针对 让维基斯首发并适当减少 波杰姆斯基的上场时间才是更好的选择 不得不说 勇士很可能因为科尔的固执己见 在输掉几场不该输的球 之前爆冷输给公牛 输给马次 勇士可以找很多借口理由 比如被靠位的疲惫 库里的受伤 库明加倍联防索性 波杰姆斯基的空篮没上镜和各种漏人 然而这些问题虽然让人很难受 但说实话都不是致命的关键 因为勇士不但在实力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 最近状态碾压对手 而且他们是主场作战 这说明了一切 然而球队输球 加上库里的受伤 要承担主要的责任的人 是勇士主帅士蒂夫科尔 我其实很想不明白的一点是 赛季上半斗 为什么科尔就非要执着他拿该死的四合围阵容 后来索性后之后绝上了双塔 为什么防守时总是要求球员收缩回防 放空三分 内线明明有人互况 还需要收缩禁区吗 勇士的压力是谁造成的 科尔失嘴魁祸首 如果他不下稿 勇士不会来那么多关键时刻 库里受伤看似是意外 实际上他的体能已经达到极限 因为库里并没有踩到谁的脚 而是自己机厅的时候 力量不够 这就是体能不足的体现 而造成这一切 虽然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到科尔身上 但他绝对是要负起主要责任的那个人 很多人都认为 勇士这段时间的高歌猛击 跟科尔再次飘起来了 实际上 除了跟勇士状态好有关之外 最关键的 是科尔重新和勇士签下了一份 年薪1750万 免现两年的提前续约合同 在这之后 科尔没有了合同压力 他的年薪创造了NBA教练新的历史 他又开始了一系列让人看不懂的实业 很多人都因为勇士大胜雄鹿 从而忘记了他们在波士顿 北岸花园球馆的惨案 科尔真的有那么什么 只能说 是库里将科尔带到了一个不属于他的高度 15年禁后赛 尽管勇士一路都遇到对手核心受伤 总决赛也遇到欧文和乐福双双倒地 但科尔至少在总决赛1比2落后的时候 大胆开发出了五小阵容 逆转系列赛 拿到了冠军 引领了联盟一波十多年的潮流 然而 73胜丢掉总冠军之后 后面几年 杜兰特加盟 就勇士那个阵容 两次冠军和科尔关系真的大吗 要知道的是 勇士73胜的开局 科尔因病休假 是卢科沃顿带队打出了24连胜 而现在卢科沃顿甚至连一份教练工作都找不到 说白了 勇士那样的阵容 只要不是很离谱的教练来 谁都能收获一堆荣誉 而科尔的小阵容 早就在世界杯的时候就证明过时了 当然勇士全队都在吸血库里 本赛季除了库里以外 勇士其他球员得分超30分的比赛就三场 这支球队除了库里 其他人你根本就指望不上 全需要库里带动 这就是勇士队的真实水平 如果没有库里的话 联系部倒数第一都打不过 不知道场上的勇士球员和教练到底有没有羞耻心 对面马刺首发的五个人 薪资加起来还不如保罗一个人多 然后你们就奉献了这么一场丑陋和心相途的比赛 然后赛后还可能会填不支持的跟记者说 他们可是NBA球队啊 我们每场都要全力以赴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 也反而释怀了 勇士这帮吸血鬼越弱越不行 说不就反面证明了库里越强吗